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新车哈佬的D10 为什么我会选哈佬这个牌子呢 因为我看了其他牌子 无论价钱和性价比方面 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首先我这款的价钱 理电的话是3200多 如果你不是用理电 用那些拆不了的电池 就2000多而已 更便宜的 还有它是可以用APP来开锁 我最主要是看它 它除了价钱低之外 还有它可以用APP开锁 因为很多牌子的电动车 你要买那款手机APP去控制开锁的那些 基本上都很贵的 而这个价位 我基本上真的看不到有什么其他牌子的了 还有它的续航力都OK的 还有我买的这款配色是有点复古的 不过它还有另外一款配色更加好看 更加复古 但是那款式没有货 所以我就没有等到那款式了 那它APP其实有很多功能的 行驶轨迹啊 然后你部车有什么异常 被人移动过啊 它都会有提醒的 那HELLO的产品呢 它都会另外配了有两个产品 可以给你选配要不要的 一个就是按的开锁 另外一个就是手机夹来开锁 来扫描开锁的 那两个其实我是没有买到的 因为我觉得作用性其实都不是很大 因为APP就可以开锁了 如果你想APP使用更加好的话呢 是要扣费的 每年好像五十几元 我不知道其他要不要 但是我听说其他牌子其实都要的 如果你APP开锁每年 去用它里面的功能的话 那HELLO呢 标配的APP开锁是永久使用的 就算你不继续充钱 它都会继续给你用的 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它那个HELLO的设计 因为它那个设计 基本上我的手机 大概在三米左右的范围 它已经检测到我的手机了 当它检测到我的手机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开锁的 那我只需要按电单车里面的HELLO 那我的车就会自己解锁的了 就很方便的 我连手机都不用按出来的 如果你手机APP开锁 你又要按APP进去 又要成功 就其实会麻烦一点的 所以我就买了那个APP的每一年的服务 那就直接可以感应到我的手机了 很方便 我基本上不用按锁匙 不用成功的 整体驾驶方面 其实我觉得都OK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部车的个别产品问题呢 油门和煞车其实是有点偏松的 松有它松的好处的 就是你拎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大力 但是长久使用的话就寿命可能会短一点 还有它的避震其实有点偏硬的 如果你喜欢一些软的那些 可能就不太适合 或者你自己要改 其他方面 基本上就跟普通的电单车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主要买这个牌子就是它的APP的体感是比较好的 就是如果你想你部电单车是有点智能方面的东西 这个牌子我都觉得推荐的 那当然开起身的感觉就因人而异啦 这些 不过它是可以在APP上去预约线下的试车服务的 开上去觉得OK啊 各方面都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